哈喽大家好,我是银子天下,我现在又来到高铁镇了,然后这次是从新乡东,然后往安阳东站,然后因为周六周日这两天呢,去安阳有些事情需要办理,所以说,我今天下午三点多的高铁,然后到安阳呢,也是三点多钟,大概二十多分钟就能到安阳,我对安阳呢,还是比较熟悉的,因为之前刚毕业的时候在那儿实习过一年多的时间, 然后这次又要去安阳,感觉心里还是蛮开心的,然后可以去那儿吃吃他们那儿的扁粉菜,因为扁粉菜还是比较好吃,但是第一次说实话,我觉得不是特别好吃 我现在已经想票进来了,然后到安阳呢,坐高铁二十多分钟吧,大概是五十块五毛钱的高铁票,速度是非常快的,还是坐高铁比较方便,现在火车高铁马上就来了,准备坐高铁了 现在还在新阳东站,二十多分钟,我现在已经到达了安阳东站了,现在准备出站 已经出站了,出了站右手边,旁边这边是坐出租车的地方 第五中学和第八中学,两个离得远不远 远,大概坐车的话得多长时间 大概在二十分钟,有一个东西在南区开花区 明天靠出来,明天后天两天,此刻靠上了,全力 靠上都不走,完地靠上都不走 这不知道,主要是这下我在安阳这边上班了,所以说就在这边选了靠区 我还没有改回去,应该本地的人挺多,应该都是去这几个烤厂烤了吧 在安阳的特色小吃有啥呢? 特色小吃 安阳的好吃,鞭粉菜 哦,鞭粉菜 除了鞭粉菜还有啥? 除了鞭粉菜 灌肠 烧灌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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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灌肠,鞭粉肠 这东西都晚上没有了 那你们这儿是不是就是早上和中午有鞭粉菜 晚上就没有鞭粉菜 晚上一晚没有 啊 安阳好玩的是不是也没啥呀 嗯 好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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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应许 应许去过好几次 园林 园林也去过 也去过 嗯 你们安阳还挺干净的啊,街道 嗯,还可以吧 挺干净的 挺干净的 你们这儿的房价多少呢? 就是为了建议 这儿和两个那边划进去 这儿,这个地段都八九千 对 那平均房价? 这儿,这儿房价不是很别的 哦,东区等于说是新开发的 哦,对 现在我已经来到这个安阳五中了 然后从高铁站到这儿花了29块钱 明天呢,将在这儿 然后考试 现在我要找到离这儿比较近的住宿的地方 现在我已经看过这个烤点了 现在准备就是订了一个酒店 然后这个酒店呢,一百块钱才 觉得特别便宜 现在准备过去 在万达附近 咱们去看看 刚才打了一个出租车 现在到万达广场这边了 我订的是这边的房间 打车花了13块钱 现在去找一下那个酒店 这边还有必胜客 啊,晚上没事还可以来这儿逛逛 吃小吃啊,饭店都比较多 就是在这个万达A座里面 然后仅宿年酒店 现在已经坐上这个电梯了 这个就是,就是这个酒店 您好,没人 看一下这个酒店的环境还可以 订的房间 订过了 订过了 一百余金 一百余金 怎么付呀 我订的房间 我现在已经来到这个 我订的这个房间了 就在万达这个楼上 它这个还是一个小兔子的造型 床铺也挺干净的 这边是卫生间 同时也有一个电视 空调什么都有 感觉一百块钱 住一晚 在一个地级室也比较划算 还可以这个房间 这边晚上还可以看安阳晚上的夜景 还不错哦 有一家 дома 你仔细你的好 开始 团子 你 想从 好了 我跑去